嗯 枪枪三原型 刚才我们还在说美国人好傻好傻的 好傻的好可爱 这个徐老师你在是你是在美国待过的人 你在美国待过 都说什么洛杉矶 就是说美国人开一个小时的车上班 对吧 我跟你讲这算什么 最近因为我家里出了事情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我有了一个特别的体验 你见过有驱车300公里上班的人吗 这来礼拜我就这样了 从时装开三个半小时 到这来录像 录完了还回去 这种让我得到笑子 这个就不提了 就是这个让我在说什么呢 我在车上我就听这个歌 我今天听了好多遍 所以我也想给你们听一听 谁啊 前一阵在到北京来的 徐老师 你年轻的时候肯定知道这人 Bob Dylan 美国的知识分子 鲍勃迪伦70岁的这个现年70岁 现年70岁了 你听过他那歌吗 答案还在风中飘 我觉得他这次来北京来的好 而且我看见这个三联生活周刊 这个袁岳先生写的两篇文章 跟我最近琢磨的这个事情 正好这个印证 所以说我现在就爱听他的歌 脑子是回旋他的歌 我觉得Bob Dylan对我来说 这个意义在于什么 你要拒绝别人给你贴标签 这个独立性了不得的是这个地方 你比如说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前辈 叫他什么话 就是左翼右翼还是机翼 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 你明白吗 就是我就觉得不是所有的观众 都能明白我讲什么意思 但我还是想讲 你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混 当你做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 别人就会给你贴标签 比方说你做一法制节目 就会有人说包青天 对吧 他哪知道你斗我冤呢 对吧 反正你做一个主持人 他说这是名嘴 然后就会有人说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那样 我跟你讲 Bob Dylan让我明白的是 不负众望 没有忠于个人内心那么的重要 就是不管别人认为你是什么 往你身上贴什么标签 好的也好 坏的也好 你还是要做你自己 忠于自己比不负众望更重要 对 那些个标签 世人贴给你这标签 都让他当二耳旁风 我就给你们要听的 就是我现在的棋手之歌 答案在风中跳 我们下市了 吃吧 咱俩 就不要 咱俩 不负众 咱俩 是 咱俩 咱俩 他吹口琴 有点吹那口琴听出来吗 那声音跟那个锈铜烂铁一样 听着非常开窍 你知道吗 北京音乐会反应好吗 一般 不是 上一个时代的 对 还可以 上一个时代 鲍勃迪伦 一个不肯被定义的人 就是说我不定义你 你也不要定义我 我家是一个反战人士 你看你就在定义他 他可能就不会认为 你当我是反战人士吗 你以为我是什么左派民歌吗 我只是听着我内心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做人的态度 对我很有启发 但我觉得一个人 本来在人生当中 你就有很多的角色 那是不是贴标签 我觉得这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因为你把这个所谓的标签看得太重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给自己贴标签是比较重要的 你想成为一个你每日三省无身的时候 你想我要成为什么人 我要成为什么人 我成为什么人 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真的光迈就是对于有一定实现力和竞争力的人来说 我听过一个成功人士讲一句话 叫精神一道无实不成 这个话听上去有点当年 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身边朋友那还真的常常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想你是什么 你认为你是什么 慢慢的你就真的是了什么 这个也挺有意思 你怎么还会在挣扎这事 我以为你很多年前应该就已经开窍了吧 没有没有 听了Bob Dylan的口琴才开了窍 没有 我就是讲 我就说在高速公路上 他这个歌也很有公路感 在高速公路上走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非常有意思 你像我这几天都跟着猪走 这个猪车 高速公路开车是个听音乐的好时候 对对对没错 那时候那时候刘凡在芝加哥 他那个时候谈恋爱 跟一华林的女儿兰兰谈恋爱 他在埃尔瓦 他每个周末要开车三四个小时 就爱情长跑 我们就说你这个一到周末这样辛苦吗 他说那有什么 放两场瓦格纳不就到了 就是听歌剧 就整个两场歌剧一听 路上就到了 但是我跟你讲 我国这高速公路有些地方未必那么移情 所以今天我也想讲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可以叫偶然命中 或者叫偶然命中 什么呢 我给你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事件 我给你看一个照片 前些年我们宣传一个活菩萨 就是从非 从非 从非深圳的歌手 有钱就全捐出去 有钱全捐出去 最后自己身患绝症身亡 这是他的遗孀 这从非的遗孀叫刑丹 我对这个女的有印象 一个是因为长得比较捐好 是吧 还有一个他这个样子有点像我当年的一个老同事的太太的样子 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你看挺美的一个遗孀 你谁能想得到 对吧 就在高速公路上身亡 不幸身亡 那么你说好 我跟你讲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在深圳到哪 广东那边的一条高速公路上 农村里三个少年人三个小孩 闲着没事干 扔石头子 往过往的车上扔石头子 啪 这么叫偶然命中 你说既然命中刑丹 就叫他在车里怎么会 对他当时在车里面打了车玻璃打了头吗 有这种事情 这你说这个偶然到一个什么程度 所以我说咱这高速公路没那么这个移情的 同样的事还要发生在一个什么 就我们河北路段还有一个 有的时候发现你知道吗 有一哥们坐那个公交车坐过了头 坐过了站 回来之后 下来之后找迷了路 找不着回家路了 气愤不过 就在路边拿砖头啊扔这个过往的这个车 就这么扔最后被警察拿货吗 报复社会 报复社会 不过所以现在就坐高铁吧 高速公路既然这么这么收费又贵 对不对 他们说高铁现在不错 我最近坐了一次高铁 高铁也不错 徐老师最近好像津津乐道高铁 什么道理 高铁实在是太棒了 我从上海到南京一个小时15分钟 我因为印象非常深大概十年前 我有一次开会跟余光宗台湾的一个作家 一起从上海坐车到苏州走国道 居然走了五六个小时 1997还是96年 那就十几年前 那一路大家就骂 因为上海的苏州很近的 火车就一个小时就到了 去坐一个小巴 居然走了六个小时 可是十几年功夫 这个我说句歌功说的 我真好到南京 而且有一个现象特别有意思 就它高铁 它分成这个经济舱跟那个 那个叫什么舱啊 经济舱头等舱还有观光舱 你怎么这么熟啊 我一直在走高铁点 就那个头等舱跟经济舱啊 大概那个头等舱是贵差不多一倍 对不对 贵差不多一个好像一百多块 一个两百多块 大概是这么 我不记得不那么清楚 结果妙的什么一个情况 头等舱满经济舱没人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最近我看到消息说 这个这个金户之间的 要拆掉豪华车 要降低票价 我觉得他们没做调查研究 你要做做调查 你看看金就是那个是沪宁 沪宁县吧 居然两百块的都是满的 就两百块这个椅子 可以有点往后的 就有点像飞机上的商务舱 这样 那个经济舱 我早知道我坐经济舱了 因为经济舱全部没人 你睡下都行啊 还便宜一半 但是没人坐 光美坐观光舱吗 我对我客户帮我买观光舱的 我我给你 以前都不坐飞机了 不是有些地方 你飞不到的 你跟葛优大帝都一个毛病 我告诉你 就两天前 我告诉你 我觉得这个经验 让我实在是太惊艳了 我有一个外号叫last minute 就是miss last minute 就是永远都是最后一分钟 我赶飞机永远最后一分钟到 我赶什么都 所以每个人都是那种 替我捏一把冷汗 但是那天我早上凌晨五点钟 就起床拍戏 但是我当天一定要拍完 我得从嘉兴赶回北京 因为我第二天一大早要开工 结果拍到大概快要五点多 还不到六点钟的时候 我就说我一定得走了 然后他们就说车有问题 他们说你介不介意坐高铁 我说怎么样最快怎么样去 我五点四十五分抵达 嘉兴的高铁站 我搭上了五点五十九分 也就是六点整的高铁 你知道我几点钟在飞机上吗 几点 六点四十八分 在上海这家乡飞起来一样 在上海的 在上海虹桥机场的 国航的班机上面 因为我的飞机是七点十分要起飞 我告诉你 而且它的铁路跟飞机场的 那个是同一个交通枢纽站 对不对 是 就是你下车之后 他们告诉我说走路十分钟就能到 但因为我绞成比较快 我真的是大概五六分钟 我就已经被我走到那 然后很顺利的拿到登机证 我就上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高铁实在是太太屌了 祖国建设一日千里 我们很欣慰 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风驰电掣 这是 要这样 又干净又舒服 一点味道都没有 这个最重要 一点味道的都没有 而且这是我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说 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全部做贵的 不做 那我只能这样 那就有钱人做呗 那有钱人里面 他并不都是做生意的人 他很多都是出差的 你看得出 那很多都是工作的人 我仔细算了一下 他那个 他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仓 我又忘了 头等仓啊 跟日本新干线的价钱是差不多了 我们的一个多小是两百多块 他那个四五个小时 是差不多一万日元 所以那个价钱其实差不多 日本人觉得做新干线 都是不便宜的 就日本人从 比方跟一个日本人说 你从东京做到 做到大阪去做新干线 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事情 我没做过 那照你这么说 中国这80%的广大劳苦大众 农民兄弟打工仔 他们能做这个吗 他们应该不是做这个 对吧 他们应该是做另外一个 但是好 我再这样讲 我觉得高铁的这个东西 可以改善很多人的生活 改变很多人生活 为什么 我就用嘉兴跟上海 来做比喻好了 嘉兴很好的房子 可能平均持价 Let's say 1万块钱 你在上海 等于是4倍的价钱 平均来说的话4倍的价钱 很多人可以到嘉兴买别墅 你可以在嘉兴买房子 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 经济舱的车票是48块还是49块钱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每天要这样子通勤的话 26分钟就到了 从上海到嘉兴 你如果都两边都住在你工作地方在上海高铁站附近 你住的地方在嘉兴的高铁站附近 嘉兴很小的他们说最远的地方也就开30分钟而已 你如果这么住的话一天的交通费是98块钱 如果你的工作OK的话 你可以在嘉兴买一个巨大的房子 而且那里太舒服了 空气又好 大概20年前我去日本的时候 我发现有很多日本的教授 他们是住在 你知道他的那个关西啊 几个城市之间是连起来的 京都啊大阪啊 奈良神户中间 有的人就住在这几个城市中间 然后他们可以上班到上课跑到东京去 是 我在大阪做个讲座 有很多人从东京过来 做那个新干线过来听你的讲座 他们这连起来 现在发现同样的现象出现在长三角 我的一个朋友就吴俊是一个教授 他现在就家住在上海南京大学教授 所以其实一个小时 所以其实将来啊 这个在北京工作住在我们十月庄也不是梦想 你那个三小时以后 我们现在那个动车组好像就一个就不到两个小时 就那个那个 你知道什么叫动车组吧 动车组我还做过呢 我做过这个和谐号到天津呢 到天津都叫也是啊 我知道好的 你知道吗 他快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要专门设计叫减速玻璃 你有没有想到那么快的速度啊 这个车玻璃是特别的 你看见的没有那么快 否则的话你这个人都会悬晕的 所以这还是一个新技术 一个先进技术之一 就是要有专门的叫解 反正你视觉上啊 窗边的景物飞逝的不能那么吓人 所以就快 所以我就想到 我就联想到现在这个年代啊 真是快的让人眩晕呢 他要不弄的减速玻璃 快的你都眩晕了 但是你要仔细想起来 我跟外国朋友聊天讲 中国现在什么世界上 在世界上最领先啊 其实就是高铁 美国现在要学中国的样子 要修这样的铁路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你南京一个小时到上海 然后你出了车站 你要到家还得一个半小时 是啊是啊是啊 而且这次高速公路上还出个什么事啊 就是这个懒狗 懒狗对 广美要发表一下评论员文章 就是你最从小就跟狗一起长大 我从小都跟狗一起长大 就是对就是看到这单新闻呢 其实那时候一开始也觉得很激动 就觉得哇太棒了 就是有这么这么有心的人 我都问我自己 你做不做得到 其实我觉得我做不到 因为我支持他们是吧 我当然支持 但是我更担心的是 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 因为我去救了那帮狗之后 有多少多少只狗 他们救完他们之后 然后呢 不是说有人把它买下来了吗 你不那你买下来之后 你不可能帮他们找回他们原本的爸爸妈妈 那你找不到他们原本爸爸妈妈说 那你就要当他们的养父母了 你养不养得起 你有没有能力去照顾这些狗 我从小养狗养到大 我一天到晚去外面捡狗回家 那我抱着我妈说 不准抱回家 我就抱着狗在外面 你怎么捡多少只 不记得了 各种猫各种狗 抱完之后 我妈不让小狗进去 我就跟小狗一起抱着小狗一起在外面绝食抗议 我也不回家 我就抱着狗在外面等 等到我妈说好吧 那你回来 那不行 我得带着狗进去 就带狗回家 就是小时候你跟 但是呢 这么多年以来 就是常常要那种叫什么 你因为小狗的生命长折十五六年 短的 他可能还有腰折生病什么那个 你就要经历一番 生老病死 你很痛苦的那种 人生缩影 这就像你的孩子 就像你的家人一样 他生病你也难受 他死掉你也难受 所以多数看到自己养的狗去世以后 有的就不愿意再养 但是还是爱狗人士 但他不愿意再养了 我的最后一次养狗就是在香港的 两只雪纳瑞先就是前后的就死掉了 而且他们还很小才七八岁而已 我像陈延华汇报 我说我们讲了一几狗 他马上回过来的时候 有一车没追回 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说据说还有一车没追到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事情是着目的 你要这么说 那中国是路尔多尔车狗啊 是吧 这是《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我本来说谁来着说人家从飞的遗孀 咱就说到懒狗车去了啊 哎就是我就想听到这个事之后啊 我就觉得这种偶然性啊 能够能够偶然到这么一个 哎徐老师你你觉得这个命运呢 好像很多人在研究偶然呢 偶然的理性上来讲 就普雷哈纳夫说的 就多种必然性的交叉点 嗯 就是说我其实 所以我一直是自己这么相信 我觉得任何偶然 它背后总有一些必然穿起来 嗯才变成这个偶然 就是说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你你明白为什么有人说这人 其实是没意义的 我说高楼高楼上走 比亚基一十个字砸死了 我觉得每一秒钟都很有意义 因为每一秒钟都太重要了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很相信 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真的就是命 你记得那个时候 在台湾有一次有一个人跳楼自杀 压在一个卖肉粽的人的身上 那人三更半夜在路上卖粽子呢 就把卖粽子的人给压死了 跳楼的人没事 粽子的人给压死了 底下卖粽子的人给压死了 他因为压在他身上 你还记得那个几年前 有一帮旅客到台湾去旅行 结果台北101大楼 上面的掉的叫什么掉臂 有一个什么东西折断了掉下来 把两位从内地去台湾观光的游客 给扎扎死了 你说千里迢迢的去台湾旅游 然后会遇到这种 你可能是千百万分之一的机会 你说这个我还想起 你要抢一下东北 你那你都想不到 夫妻俩 吵架 老公喝了酒回家 老婆呢 就把门给锁上了 原来两口子是住在一楼 刚搬了家 就住在了六楼 他老公还想就说 像我翻窗户出去了 夹击从六楼下半身瘫痪了 他以为还在一楼 他以为还住一楼的习惯 他喝多了 他老婆把他锁这不让他出家门 他还恍惚间觉着 他还住原来那一楼呢 吓一片腿 夹 你说为什么我们对这系列的消息 特别感兴趣 我这是再次印证的后布斯说的 人类就是两个本性 一个是无限的追求快乐 第二就是害怕突然死亡 人其实有个人就这两个本性 害怕突然死亡 所以我们看到人家就生 你看无偿无偿里面 最重要的生死无偿 而且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你看是谁啊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他那个《非诚勿扰2》 原本那个王硕起的名字 叫什么不省心呢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 好像得提着心 对于一个事啊 你要是提着心 他好像就不出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我为什么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我们每天开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